那么我们回过头来仔细的看 佛陀是教育 科学的教育 哲学的教育 但是它还有基础 基础是能力的教育 道德的教育 因果的教育 再提升到哲学的教育 科学的教育 真正是语言满的教育 今天科学里头没有伦理 没有道德 所以科学发展 社会就乱掉了 佛法社会不会乱 看释迦牟尼佛一生 他教学的经过 他有阶段 第一个阶段 小学 就像办学校一样 小学 佛法里称为阿罕 时间是十二年 难传的 多半是这个阶子 巴黎文所传的 这个里头 讲能力 讲道德 讲因果 关于这修 科学的讲 讲得很浅 一般人都能听得懂 十二年之后 在半中修 提升 佛法叫方等 方 是一切法 等 是平等 取这个意思 八年 这是佛法基础教育 像现在的学校 小学中学是基础教育 现在小学中学 加起了十二年 佛法呢 小学中学 加起了是二十年 八年 加十二年 二十年 再办大学 佛教大学的时间长 要薄弱 二十二年 讲什么呢 讲宇宙之间 一切万物的真相 你要认识他 他到底是什么 搞清楚搞明白了 这是学问的 真正搞清楚 搞明白之后 你就能得起受用 生活在佛法里头 佛法变成生活 变成厨师待人 接物的规律 那用中国话来说 佛法教给我们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这真正是大学问 这些人 这些人 不据